台南议长李全教因为会选案遭到积压 上午的时候议长办公室顾问庄严带领南部乡亲 北上法务部抗议表达对司法的不满 如果证据确凿 我拜托 我拜托 你就立刻起诉 法院呢 收卷之后 立刻审判 速审速决 如果 如果你的抗告驳回 可以在24小时之内完成 不好意思 麻烦 麻烦 不要24小时了 好不好 我要求这样子可能太严苛 一个月内你给我起诉 两个月你内给我审判 写着绿色恐怖以及抢救李全教的白布条 放在法务部大门前 旁边还放着一把冲天炮 装眼激动地表示 李全教收押之后地撞抗告 不到24小时就被驳回 速度之快 怀疑有政治勘域司法之嫌 不排除未来还会号召更多的支持者 前往法务部以及司法院抗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